好那我们开始啊就是今天的话呢要给大家讲的话呢就是Linux的安全体系及网络攻击防范啊这样的一个主题 嗯其实Linux的话呢很多人啊就是都觉得他可能是比较安全的 但实质上的话呢Linux和Windows比起来的话呢未必他有太大的这种优势 而多数人的话呢把Linux认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系统的原因在于对他不不太熟悉 啊但是真正的话呢你像啊就是说前段时间说Sony的这个就是整个的一套网络全部都被攻陷了 就包括索尼里面的就是PS3这个游戏机里面的各种账号什么都泄露了啊 还有什么的那个信卡账号之类的啊所以这个问题的话是比较大 但是呢具体就是因为我没有仔细看他的那个系统是什么 那一般大公司的话呢他会采用就是点耐的架构 就是这种大的公司会采用这种点耐的架构 而一般的这个小型的公司小型的公司的话呢 如果而是他的开发能力啊比较强的话 那么他会采用就是Linux 如果而是特别大或者技术力量比较强的互联网的公司 他也会采用Linux 那么纯粹这种非互联网络的这种企业 他一般会采用那个呃就是说V Windows会多一些 但是呢我们一直的话认为就是Linux它是一个好用的 而且又比较安全的系统一般来说都是相对Windows来说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真正去看的时候就是说呃最近啊 那么从八九月份开始九月份吧九月初啊 Linu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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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Linux支付 他的这个kernel.org又被入侵了两次 被入侵两次啊 就是说呃还是我和小明的话呢 一块给大家的话呢 就是说呃去沟通啊 嗯 那个小明你你知道就是说kernel.org你听说过是吧 啊就是应该是Linux开源的那个那盒原代码都在那个网站上放着是吧 就是kernel.org这大家都上过 这个网站的话呢被攻击过很多次 以前的话呢用一种叫做SVN 的这个原代码管理系统 啊这个原代码管理系统是做什么呢 就是每个人的话呢把自己的代码提交上去以后 每当你把这个代码改一下了以后 你比如说改了几个这个文件 那这个时候你生成了一个比方说1.1的版本 对吧 嗯 然后又其他人又改了一下1.2版本 然后你说你改的那个版本的话有问题 太烂了 那我这时候的话我要把这个版本的话呢 重新再去就是调下调回成1.1 嗯 那个这个原代码还有没有 那如果要是没有版本管控制系统的话 你可能首先不知道谁改过这个原代码 嗯 然后第二的话你不知道就是说每个版本它到底就差别在哪里 我想针对1.1再重新打一个包 因为现在已经升级到1.2了嘛 嗯 我想生成1.1的包 那原代码在哪 所以的话呢 每一回啊 Linux它已经是被攻击到什么呢 就是系统的最高权限已经被人家拿到 哦 但是呢 别人的话呢 有了这个系统的最高权限以后 想去拥有这个SVN的权限的时候 嗯 就是代码控制系统的权限的时候 嗯 被LinuxTowards发现 因为他知道代码控制系统还有另外一个备份 嗯 所以的话呢从侧面讲的话呢 Linux并不是特别安全啊 啊 那最近的几件事情的话呢 可能大家的话就是可以多关注一下 嗯 啊 还有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 呃 就是Linux的话呢 他就是在嵌入式手机上他用的蛮多的 嵌入式手机就是安卓系统的话也是Ginux 但是呢 你知道就是说呃 英特尔他收购了一家全球第二大安全软件公司叫麦卡菲啊 麦卡菲麦卡菲的话呢 就是呃 就是说要给Linux要给那个就是我们说英特尔的操就是主力支持的操作系统提供额外的安全的一些这种专利或者说代码技术啊 就是说英特尔前一段时间收购了麦卡菲实际上他也是因为的话呢操作系统本身啊不会安全到太太多啊 不会安全到哪里去啊 你从硬件层次上都应该防范 嗯 我们来看一下的话呢具体的内容 好吧 嗯 嗯 就是典型的话呢 就是说典型的这个Linux服务器的安全威胁 如果要是我们现在看Linux的话 他有两大趋势 一个趋势就是云计算 云计算是吧 另外一个趋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啊 就是嵌入式啊 在云计算这边的话呢 就是运行在服务器上 那么在嵌入式手机领域的话呢 就是安卓系统是典型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就是把Linux的话呢 改一下改的它实时性更好一点啊 实时性的话 就是说所谓的那种响应速度比较快啊 嗯 实时性更好一些 那么英特尔的话呢 他把Linux的话呢 开发了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实时性非常好的系统 叫做Mobiling Mobiling 嗯 英特尔自己也开发了一套这种系统 对 当然这个就跑得远了 就是Mobiling的话呢 再加上诺基亚的QT 就变成了诺基亚和英特尔原来合作的Migo系统 安卓是Google的嘛 嗯 那么Migo的话呢 是英特尔和诺基亚的 还有的话呢 一款就是什么呢 还有一款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 就是最近啊 就是Mobiling 因为诺基亚已经不搞Migo了 那么英特尔的话自己搞都搞不起来 所以他呢 英特尔又和三星啊 一块的话去做了一款系统 叫做什么呢 就Mobiling再加上什么的HTML5 HTML5 这个也就是说一个嵌入式的操作系统 加了一个什么呢 表层 也就是操作系统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说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操作系统 他没有这个界面 就比方说我们的Windows2008 server 他不装界面 光是一个什么呢 命令行控制的话 光是一个命令行控制的话 然后我给你看一下啊 嗯 咱们打开了这个界面 是吧 嗯 这个界面的话呢 现在是有图形 是吧 然后呢 我现在按下 就是说Ctrl Alt啊 加上F1 F2 是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的这个RG26 是吧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文本控制接口 那在这个文本控制接口之上啊 我跑什么样的图形界面 这是再说的 就是说我这个操作系统已经是完整 嗯 如果要是你再加上一个图形 操作界面 那么加诺基亚的重新操作界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啊 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叫什么呢 叫米狗啊 就是说 我看啊 就是说Linux的Kernel啊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Qt Qt 然后呢 就是什么呢 米狗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米狗已经是难产了 也就是Linux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再加上一个层 这个层的话主要用到的技术是HTML5 HTML5 嗯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Tizen啊 好像叫这个名字 我现在记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正式的消息 因为这个正式的消息还没有发布多久 是10月份的事情 嗯 那当然了 Linux的话呢 再加上 那么我们说安卓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中间键层的话叫做什么呢 Dealwick 啊 Dealwick 那这个是什么呢 Linux再加上Dealwick 啊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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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 那我这边之所以说这个可能是跟大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你要看到啊 这里面的话我们说Tizen的话呢 它是一个最新的系统 这个最新的系统 它用到的是什么样的这个 它用到的是什么样的这个 呃 就是它是用的用到的什么样的层呢 是HTML5 这个HTML5是从哪来呢 这HTML5的话可以从网网页上来 也就是你的手机打开以后的话呢 就是一个网页 就是一个网页 当然HTML5的话呢 带离线功能 你你就是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叫什么 就是叫 嗯 三六零安全桌面 QQ桌面 Q加 Q加桌面或者三六零安全桌面 那么就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一个网页嘛 当然这个网页的话呢 就是可以用HTML去写 也就是说你的手机可以直接加载360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网页 就是这个安全桌面等等啊 嗯 那这就是什么呢 操作系统的未来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会发觉 Linux的话呢 在嵌入这段直接连什么呢 直接连云计算 直接连云啊 也就是说如果要是他连接到这个云了以后 他连接到这个云了以后 那么这时候的话呢 如果服务器本身的页面有挂码 或者有安全性的问题 就会联系到整个啊 就是呃 就是整个的界面的话都会有问题 啊 就是整个的这个就是你的操作系统会有问题 服务器的一段也会有问题 啊 所以的话呢 现在就是Linux的安全的话呢 是成体系的安全问题 他不是什么呢 就是单个的我攻击一个网站的问题了 当然现在你会发觉黑客的大多数的手段 还是靠什么呢 靠这个攻击网站啊 或者说挂码的话呢 去谋就是这个获取这个利益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安全体系的话呢 就是Linux安全体系的话呢 恐怕影响的是未来整个一套东西啊 也就是说Linux加HTML5等于Tizen吗 这样一个手机操作系统 手机操作系统一启动以后 那个界面 现在你看到的安卓界面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呃 Java编的这样的一个界面吗 那以后的这个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网页啊 那这个网页的话呢 是从互联网那边的一个服务器上去download 下来的 那互联网的这个服务器的话 它本身的话是有漏洞的 那他就是连累你的手机 包括那个服务器整个一套全都有问题 啊 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个呃 就是这个内容 那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啊 就是传统典型的这个服务器的安全威胁有哪些 嗯 那么80%的问题 可以说就是管理员的水平的话呢 问题啊 80%的问题的话呢 是管理员的失误或者他的水平的问题啊 就是说一个100次的这种啊 就是攻击成功啊 成功攻击进去 但是呢 有80次可能是因为管理员的话呢 应该啊 很容易就可以搞定这个事情 结果他没有搞定 比方说密码设置太简单 或者你系统当中的话呢 有三四个这种乱七八糟的用户 嗯啊 那 这种管理员的失误的话 当然每一个大的公司一般都会有一套操作流程 就是不会给你这种空隙 就是说我的这个系统装完了以后的话 一定是具备某些某些特征 一定要经过某些某些检查 一定要进行 比方说安全测试啊 等等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大公司的出错的几率的话呢 就会小一些 就会小一些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我有个学生的话 原来在搜狐啊 他是搜狐的娱乐频道的那个 就是管理员 他那个访问的流量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他有一次啊 他就把那个反向代理就是做加速的那个缓存服务器 他没有进行这个就是叫好的这个设置 本来的话呢 我们一般的代理服务器和我们每一个网站的加速服务器 他都是一种服务器叫做缓存服务器 结果的话呢 他把这个就是这个缓存服务器啊 就是这个反向缓存服务器 配置成了个代理服务器 也就是搜狐前面的这个给搜狐加速的服务器 可以允许任何人通过他去访问任何的网站 也就是这个本来给搜狐自己做缓存加速的这个服务器 被他配置成了什么呢 配置成了一个代理服务器 有谁都可以通过这个代理服务器去访问任何网站 也就是说 有人的话通过代理服务器的话呢 去访问一些 就发一些帖子 发一些什么反动的言论什么 直接就被抓住了 就是抓去抓搜狐 所以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就原来的这个失误啊 但是我觉得这种大公司的话 这种失误是因为啊 就是管理员的话太随意 他觉得自己的技术已经很高了 没有按照规定来 那么还有的话呢 就是最广泛的啊 用就是看到攻击攻击最多 或者最广泛的就是DOS DDOS或者DRDOS 就是DOS的话呢 叫做拒绝服务攻击 那么DDOS的话呢 拒绝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DRDOS的话呢 是反射 反射式 就是拒绝服务攻击 还有就是CC攻击 CC攻击的话呢 是DOS 就是DOS攻击的 回去了啊 CC攻击的话呢 是DOS攻击的一个 就是一种具体的手段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方说洪水攻击 还有就是S1的float攻击 等等 但是他们的话呢 都应该归归成什么呢 DOS攻击 有很多人叫DOS攻击 其实DOS的话是微软的操作系统 对吧 一般就是就是DOS的话呢 就是就是说拒绝服务攻击 那么前面加个D的话呢 表示攻击的来源是很多的 攻击的来源就变得很多啊 我这边的话呢 打开一个程序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那个啊 看一下啊 就给大家画一个图啊 我给大家画个图 假设说的话呢 现在有一个服务器 就是DOS攻击的话是这样的 我现在这个DOS 我现在这个服务器 那么他的话呢 如果要是做外的服务 如果做外的服务 他的话呢一般的话呢 对外监听的是一个80端口 对 一般监听一个80端口 那这个80端口的话呢 他肯定要打开啊 然后呢连接到 同时他连接到互联网网上 对吧 然后呢通过一个路由器的话呢 连接这个互联网网 对吧 对 那现在我这个80端口 肯定是没有任何的 就是说这个 就是没有任何的保护的 我肯定要打开他 我不可能说 所有的这个数据包过来以后的话 我访问我80端口 不给他拒绝 你别管怎么加防火墙 那你这肯定是 肯定是要这样做 就是肯定要打开 那一般的话呢 我如果是配置好一个服务器的话 那比方说你这边的话 是4GB的内存 4GB内存 那么是一个普通的啊 就是普通的一个网站啊 这个网站的话呢 主要是静态的网站 就是静态页面 或者静态图片的网站 你一般的话能享用多少连接呢 就这个连接的数量有多少呢 比如说4GB 那么一般的话呢 可能是4000到6000 差不多了 就是连接啊 4000 6000的连接 就差不多了 就并发访问 能达到这么多 很好了 已经很好了 那如果要是你现在装机器的话 一般都是32GB 32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的机器啊 或者说的话呢 更大啊 就大于32 如果你的机器的话 能达到什么呢 3万个连接 如果你的机器的话 能达到3万个连接 那就很多了 很不错了 如果能达到5万 那你觉得 你这个机器的话 都可以拿得出去 就大肆的去宣传一下 如果能达到6万的话 那可能就是 太猛 就是说 可能大家都不太相信 或者怎么样 当然这个的话 都是仿佛简单的网站 简单的网页 那现在的话呢 有一个人啊 对你特别不满意 有个人都对你特别不满意 这个人的话呢 是个黑客啊 是个黑客 那这个人的话呢 他找了一台机器 这台机器的话呢 上网的带宽比较宽 然后呢 他把所有的数据包的话呢 往你那边去发 发的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每秒钟的话呢 发了不止三千四千个 发了上万个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导致你这台机器 就是只能响应它的连接 而一个正常的人 去访问你的时候的话呢 就什么呢 被拒绝 那这就是拒绝服务攻击 就你说的DOS 对 这就是DOS 哦 这就是DOS 那么DOS攻击的话呢 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正常的访问被拒绝 就是DOS 啊 就是说 Denying 什么off service 是吧 就是说这个服务的话呢 被拒绝 啊 这就是拒绝服务攻击 那如果要是不只是这样的一个人去攻击你 是有很多的机器的话呢 同时去攻击你 啊 很多的人的话呢 同时攻击你 嗯 那这个时候上呢 就是什么呢 DOS 啊 DOS 啊 那这种DOS的话呢 它的攻击的来源是很多 啊 当然有的时候的话呢 你看到这个 就是别人的话呢 反过你就巴林当时 好像这边的话有个来源 但这个来源的话 我是可以伪装的 我这个来源是可以伪装的 呃 你看我再给你 就是新建一个啊 嗯 那现在我有一台机器 这台机器连接在什么呢 互联网络上啊 那一般的一个人的话呢 他指挥着一台机器啊 指挥着一台机器 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黑客 他指挥着这一台机器的话呢 跑一个非常小的程序 嗯 那因为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这个 socket编程的这个呃 程序员啊 我见过他们编的那个小程序 100多行代码 100多行 啊 100100多行代码 然后呢 他写的这个程序的话呢 比方说原本啊 他写一个 他写一个数据包 来源IP的话呢 就是你比方说这个人的话呢 叫做IP啊 H啊 他的IP地址是这个 来源IP 应该是IPH 嗯 是吧 目标IP是什么呢 目标IP的话呢 就是这个 IP地址 比方说S啊 IP地址 就是service这个IP地址 是吧 那他写的数据包的话 应该是这样去写 但是呢 这个黑客写的程序的话呢 他的所有的数据包 全部都是伪造的 他这IP地址的话呢 可以是其他的IP地址 比方说 IP地址A 一会的话又写一个什么呢 IP地址B啊 那所有的这种数据包的话呢 写了很多啊 那么都是通过这台机器的话呢 反复到攻击到这边啊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看到的来源地址全部都是假的啊 那这时候你以为是一个什么呢 DDOS 他实际上的话呢 还是一个什么呢 DOS 明白吧 那么DOS或者DOS的话 你看到的话 一般如果要是纯粹的一个DOS 那他的来源的IP地址的话 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 或者至少来来的这个方向 应该是一个 别管他的IP地址是怎么变 但是呢 都是通过这个路由器来的 啊 那这个时候你还能差不多 还能防住他 但是呢 如果是真的啊 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 你说这种情况的话呢 其实就是跟刚才我画的那个图 又不一样了 那个人的话呢 是发了很多正常的数据包过去 啊 来源地址都是他是吧 那这时候他访问正常的 你的这个80端口的时候 就是CC攻击啊 会比较多一些 就是我就要访问你的某一个指定的 耗费你资源特别大的一个网站 我就访问你这个 就是这个 比方说 PFP程序 或者GSP程序 就是全局搜索 我一秒钟进行上万次搜索 我看你这个服务器能撑得住吗 对吧 我一会搜索这个 我一会搜索那个 我全都搜索 我看你能撑得住吗 那这种的话呢 就是CC攻击 就是从单一的一个地方来 也有可能的话呢 这个人 他攻击你的这个端口 发过来的数据包 尽管都是霸凌端口 但是来源IP都是假的 啊 别管是什么端口 那最后的话呢 他反正耗费你的一些资源 那如果要是由一个来正常的来源IP来 访问你的一个正常的网页啊 但是呢 提交的次数是异常的多 那这一般就是CC攻击啊 如果要是来源的IP的话呢 有很多 但是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都是从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方位过来的 因为如果你跟IDC机房比较不错的话 你能看得出来 大致都是从这个路由器过来的这个数据量 那说明什么呢 还是由一个人发布的这种攻击 最终目的的话呢 是让你这边的某一个机制失效 第一的话呢 最可能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的这条链路 因为买一个带宽的话是比较贵的 你这条链路的话呢 假如说啊 你这条链路的话呢 假如是啊 比方说两兆的带宽 那他全给你塞满了 他给你塞满了 那这种DDoS攻击了 那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很多 现在的话呢 我们说前两天的话 刚看到上海的这个新闻 就是说他的ADSL的话呢 已经变成什么了呢 他的ADSL已经变成30兆 哇 这么高 对 30兆 他是下载带宽30兆 一般的话ADSL4兆还是8兆 下载下载带宽是4兆或者8兆 上行带宽 也就是说你从那边过来的带宽是什么呢 4兆或者是8兆 对吧 然后呢 现在的话呢 上海升级到30兆 对吧 但是呢 上行的带宽 也就是由这台机器往上走的这个带宽的话呢 一般是512K 但是呢 他达到30兆的下行带宽的时候 那么你往上走的时候 这个512K是不是扩大了很多倍 对 这也有可能 那这时候的话呢 你的扩大的话呢 如果达到一两兆 那你这个台机器可以轻而易举的把某一个网站的话呢 怎么样 贡献掉 啊 因为一般小的网站 就是两兆的带宽是吧 对 有可能10兆的 10兆或者百兆共享的比较多 啊 10兆或者百兆共享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一个机器轻而易举的可以把这个带宽的占满 因为他发的数据包的话呢 来源IP都是不同的 但是呢 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总量可能是把这个机器的话呢 弄弄坏掉啊 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要看这个机器的话呢 是就是说他的这个带宽的啊 就是有多大 有多高的这个程度啊 有多高的程度 就是带宽的话能不能撑的更 更加的这个就是 就是可以直接扩大很多 嗯 容纳更多的人 那么这边的话呢 都是同一台机器来的啊 同一台机器来的 那么但是你看到的现象是这样的 那么这边是第一种现象 就是把你的带宽的话呢 第二种现象是什么呢 第二种现象的话呢 就是你的这个SYN啊 就是说我们比方说 TC就是现代的操作系统 它的这个就是某一些机制啊 它是有问题的 你比方说 我给你画一个啊 就是画第二种这个现象啊 就是说我现在的话呢 有一台机器 是吧 这台机器 这台机器的话呢 它有TCPIP协议 它有TCPIP协议 对吧 嗯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是我的这个客户机啊 它也有什么呢 TCPIP协议 那我们说TCPIP协议集 它是有很多协议的 一般的话呢 我们说80端口的话呢 监听的就是什么呢 TCP协议 对吧 TCP的80端口 就是外部服务嘛 嗯 那么TCP协议是这样 你先给我发一个包 就是SYN的包 对吧 SYN的包 嗯 然后呢 我再给你个回应 就是什么呢 SYN ACK 就是说 我回来的这个包的话呢 SYN位和ACK位 全部都置一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的话呢 然后呢 我发回来以后的话呢 再过来一个什么呢 ACK啊 ACK 就是说 说确认啊 最后的话呢 两端的话呢 再去什么呢 ACK 然后之后的话呢 我们说这边的话呢 建立了一个什么呢 稳定的一个什么 连接 对吧 这个连接建立起来 这时候才开始传递数据 对吧 那如果要是我就利用什么呢 SYN的包 我给你发了特别多SYN的包 那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假如说 我总是在举这个例子啊 就说这个人的话呢 他是什么呢 假如说 他是刘德华 开个玩笑 假如刘德华的话呢 再拍一部电影 他的话呢 给啊 也张曼玉吧 可能我比较年龄比较大的 都喜欢 叫老的影星啊 他给张曼玉扮演的角色的话呢 发了很多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邮件 发了很多的邮件 就是那个正常的信件 但是呢 张曼玉这边的这个信件啊 他的这个信箱是有一定的 就是有一定的大小的 他比方说只能容纳 比方说10024个邮件 嗯 那么刘德华扮演的这个角色的话呢 冒充很多人的话呢 给那个就是给张曼玉发邮件 但实际上都是从他这边发过来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代价是很小 就是说DDOS攻击 代价很小 就是你付出的代价很小 但是呢 效果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好 就是能达到这个黑客的目的 啊 他发了很多这样的邮件 那么一会的话呢 1024啊 一会的话呢 1024就已经被填满了 1024就被填满了 那124封 1200 1024封邮件 直接把张曼玉的邮箱塞满 那这个时候 有另外一个正常的客户 这个正常的客户是 梁朝伟的话呢 他啊 就是扮演的角色 这个角色的话呢 说哎 那个张曼玉啊 请你吃饭怎么样 这份邮件的话呢 根本就塞不进去了 啊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就是DDOS的效果就已经有了 嗯 所以这种攻击的话呢 叫做什么呢 S1N的float攻击 就是S1N的洪水攻击 嗯 因为在传统的 就是在05年之前的这个操作系统里面 他的这个对S1N的这个数据包 他的这个默认的大小 就是他能容纳多少 多少个这个S1N的包跟他建立连接 因为你发过来以后的话呢 他要给你回应嘛 啊 他要把你这个来源IP的话呢 这个IP地址 比如说呃 刘啊 把这个刘德华的这个IP地址记录下来 嗯 能记录多少个呢 能记录1024个 啊 所以的话呢 他这个带大小的话是有定限定的 那你超出这么多的话呢 别人再也访不了 这时候你的机器也没事 你的带宽也没事 但是呢 那台机器啊 就再也不能访问 访问不了 没有吧 你聘有可能聘得通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个因为协议战的这个问题 然后导致这个S1的洪水攻击 风靡一时 啊 在05年之前 像02年03年很多机器的话 都被这样的攻击过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也是由一台机器去搞的 但是呢 你看到这个效果的话呢 跟分布式拒绝复攻击是差不多的 啊 但是呢 最终的这个效果就是 人家黑客的目的达到了 啊 还有一种的话呢 是这样 还有一种是这样 就是我现在的话呢 有一台机器 它连接在什么呢 它连接在我们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 internet上 然后呢 我们这边的这个黑客啊 我们这边的这个黑客 它的话呢 收了你竞争对手的钱 嗯 就是我们说 你如果做安全的话 你如果做一般的技术的话 你不要去黑别人 因为的话会进监狱的 然后呢 但是呢 你的机器遭到问题的以后 就是遭到安全性的问题的以后 你要知道它的基底在哪 这是我们讲这些原理的这个目的 啊 你要吧 那你看啊 黑客的话呢 它去攻击你的机器 是因为收了你的竞争对手的钱 嗯 那这种黑客的话呢 一般啊 按小时来收费 比如说一小时的话呢 我让你的机器没有办法上线 那么多长时间 一小时的话 收你多少钱 啊 一小时的话呢 收呃 多少多少钱 这样的收 收完这个钱的以后的话呢 它保证 比如说一天24小时 啊 你上不了线 那么给他多少钱 反正以前的话 那我是就是听说有黑客的话 有很多种收费方式啊 那这个黑客怎么办呢 他不用他自己的机器去攻击你 啊 他不用你的 他不用自己的 他不用自己的机器 他手上的话呢 有很多肉机 啊 就比方说有 有很多人的话呢 一搜电 一搜机器 机器里面的木马 就发觉有很多木马 那这些木马 平时的话 又不偷你的账号 又不去 就是有什么险 就是作用啊 你说这怎么会重木马 那我的机器是不是重了木马也没有用 就是说这个木马是不是没有用的 其实不是 是等待黑客的命令 黑客的话呢 一旦就是攒够了一些机器后 他开始收钱以后 比方说 他有一千台肉机 嗯啊 那这时候的话呢 他收了这个钱 比方说多长时间之内攻击这台机器 让他上不了线 那么他就会通过啊 他一般的话 他也不是直接通过他自己的机器去黑 那么他的话呢 可能又找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肉机 他找了特别好的肉机 那这台肉机的话 是他平时他服务的这个机器 让这些机器的话呢 给这些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台机器给这些肉机发布命令 说什么呢 小的们 给我上 啊 怎么样吧 那这些人的话呢 突然电脑就开始变慢 啊 突然电脑开始变慢 然后呢 他们就全部都在什么呢 他们全部都给这个指定的这个地方的话呢 发送特别多的数据包 啊 你想如果他有一千台肉机的话 每台机器的理论上的上限是512K 是吧 那如果要是有一千台的话 他可以达到500兆的贷款 啊 那基本上一个大型的网站啊 一个特别大规模的网站 都吃不消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种这种黑客的话呢 他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收费 啊 没有吧 嗯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发的这个包 也可能不是S1的洪水包 也可能不是什么就正常的包 总之的话呢 你这边的这个线路已经被什么 塞满了 那没有办法 啊 那没有办法 你线路被塞满了以后的话呢 那别人的话也就是正常防不倒 所以这也是一种什么呢 攻击方式啊 嗯 所以回过头来的话呢 看一下我们的这边 那看我们的这个地方 那么DOS或者DDOS啊 或者什么DRDOS啊 这些的目的最后的话就是什么呢 拒绝服务 啊 拒绝服务 那么DRDOS是怎么弄的呢 你看一下啊 DRDOS是怎么弄的呢 他是这样 我现在还有台机器啊 没有黑色啊 我这边还有台机器 这台机器的话呢 通过啊 就是都去连接到互联网上 是吧 嗯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在这些机器上的话呢 那就是在互联网上有很多正常的服务器 有很多正常的服务器 嗯 这些正常的服务器的话呢 它的带宽啊 连接互联网的带宽的话呢 是很宽的 啊 是非常宽的 比方说你说网通的DNS服务器 它带宽肯定没有上线 你是百兆的网卡 那就百兆 千兆网卡就千兆 但是呢 呃 就是现在啊 DNS已经没有这个漏洞了 就是以前的话呢 这个DRS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就说我们反射式DRS的话 比方说一个黑客 黑客的话呢 他呢 他控制了一个 比方说一个肉机 嗯啊 他这个肉机的话呢 给很多的 他给很多的这个 就是给我们的这个 就是这个DNS服务器啊 他发了很多的这个包啊 他发的这个包的内容的话呢 比较比较好玩啊 他是 他是 比方说这个人的话呢 他对张曼玉不不满意 嗯啊 比方说这个人的话呢 是呃 林志玲扮演的一个角色 他嫉妒张曼玉扮演的这个角色啊 就是开个玩笑 那么 那么他的话呢 以张曼玉的名义 去写了很多邮件 也就是说他写的这个 他写的这个数据包里面的话呢 这个IP地址啊 是谁的IP地址呢 是张曼玉的 张曼玉的IP地址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给这些数据包发 这些机器发的数据包以后 那么 如果是人家给他回一个数据包的话 嗯 这就露馅了 露什么馅啊 因为他这个IP地址是张曼玉的呀 嗯 那如果人家回应数据包的话 是不是就回到张曼玉那边去了 啊 所以的话呢 他肯定不能进行什么呢 三次握手 也就是他一定是用什么呢 UDP协议 你要吧 他必须得要用UDP协议 UDP协议的话呢 他这个数据包的可以伪造 这个原地址可以伪造 伪造完了以后的话呢 他发一兆的内容出去 嗯 那别人的话呢 给他放大十倍 放大十兆出来 因为的话呢 他的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是一个什么 来源地址的话呢 不是一个他自己来这个IP地址 嗯 然后呢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全部都回到什么地方去了 回到张曼玉的这个机器上去 而这些机器的这个带宽是非常宽的 嗯 那这种攻击的话呢 叫做什么呢 反射是DOS攻击 啊 DRDOS攻击 DRDOS攻击 对 但是呢 这样的漏洞的话不好找 就是你用TCP协议是没细的 因为TCP协议的话呢 他一定要进行三次握手以后 确认你的身份了 对 然后你给他发个数据包 他要给你回应啊 啊 对吧 那他回应的话 回应到这边去 那就不行了呀 嗯 所以的话 他必然是用UDP协议的某些机制 可以放大带宽 可以攻击别人 最终的话呢 这个链路啊 也会什么呢 也会就是说被占马 啊 这就是什么呢 反射是DROS攻击 嗯 别管是用什么手段 最终的话呢 对方的机器就玩完 反问不上 那就达到了DROS的目的 嗯 就是deny of service 是吧 嗯 这样的目的达到了以后 那么我说第二点 你看啊 我们对攻击的那台机器 并没有做任何的技术方面的攻击 啊 但是那台机器不能上线了 所以他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所以DROS攻击的成本非常低啊 我不是说让大家去攻击别人 你也不要去攻击那些 比方说那种特别大的网站 或者怎么样 感觉好玩啊 因为的话 你很可能被抓起来 因为所有的这种有 就是有名气的公司 他跟公安局的关系都非常好 他去抓你的时候的话呢 他不抓你 所以要抓你的话呢 只是说付出多少 多少那个精力的问题 嗯 因为所有的数据 就是你只要上网 你的这个路由器 肯定要记录你的 这个就是你的发的这个数据包啊 或者说你的这个异常行为 肯定会记录的 那只不过是 有没有人有权限去侦查 就是查看这个 这些这些路由器 只要是人家财大气速地方 他就可以查到 所以的话呢 你学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知道你的机器出现异常的时候 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所以的话呢 这是DOS 还有DRDOS啊 等等啊 这样的一个就是攻击 可能种类最多 而且的话呢 可能攻击的这个门槛最低 当然说 你要是产生 比方说几G的带宽去攻击人家 那门槛就高了 那这种黑客的话 他可能收费也是非常高的 嗯 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外部脚本攻击 也就是排名第三的话呢 是我们的外部脚本的漏洞 啊根据这个漏洞的话呢 能最终获得 就是说这个服务器的权限 或者说达到什么呢 你控制你网站的这个目的 那这种攻击可以说是现在非常多 太多了 太多了 这种攻击的话 我们说 怎么讲呢 现在啊 就是说 你如果 你如果要是用Linux 我刚才说Linux的安全性 恐怕不一定比Windows好 对吧 恐怕不一定比Windows好 因为Linux的话呢 他的代码全部都是公开出来的 真正的黑客 真正的黑客 我不是说 就是黑客 我是说 比较厉害的黑客 这种黑客的话呢 他喜爱Linux 他更喜欢Linux 因为他知道Linux Kernel怎么工作的 他知道你的Kernel的版本了以后 他可以去针对性的攻击 没有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个时候 如果要是这个黑客 想下决心去攻击某一个网站的时候 他会喜欢那个网站 说啊 这个网站是Linux太好了 哦 没有吧 这么个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外部脚本攻击的话呢 你不可能把一个外部脚本 给人家share出来 嗯 就是就是外部脚本的这个 就是 就是外部脚本全部都告诉人家怎么去弄 但是呢 你就外部脚本一定是被别人访问的 嗯 但是外部脚本的编程的这个层次啊 这个程序员的层次 要比我们的这个 就是系统的这个层次 就是系统的这个开发者的层次要低很多 就是说有谁去开发Linux的内核代码 都是高手 都是高手 而且的话可能大公司有组织的这样去开发的 对吧 但是呢 你们公司的网站 有多大名气呢 就是这个开发者有多大名气呢 那可能未必有名气 所以的话呢 攻击Linux的内核层次 或者系统层次的这种人 他的层次 就是这个黑客的层次 水平可能是比较高的 对C员研究非常透 但是呢 攻击你的网站啊 利用你的网站里面 没有写好的这些脚本 入侵进去 他的这个门槛一下就降下来 甚至的话呢 不会编程的人都可以攻击你 你网上有大量的这种攻击的脚本 或者攻击漏洞 你比方说 如果在人家找Linux kernel的漏洞 那可能不好找 但是找Discards这个什么 论坛的漏洞 是好找的 人家利用Discards的论坛 那几乎能入侵 所有的Discards的这种论坛 是吧 Discards现在的话是1.2的版本 Discards X 就是康仁创想的Discards X 那么一上市就出现了 叫做什么呢 叫做零地 就Zero地 就是 一上市就有漏洞 就叫Zero地 就零天 Day Day Zero Day 这样的漏洞 就已经是铺天盖地就有了 所以这样的漏洞一出来以后 别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漏洞 批量的入侵大量的这个网站 网站 而利用这种漏洞的人 或者说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 就是这个黑客的话呢 确实众多 非常多 那么刚才的话 我忘了把这个 就是说 我们我们这个Linux里面的话呢 它的这个 我想一下 Linux里面的话 有关这个 S1的洪水攻击的这个 S1的洪水攻击的这个脚本的话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不是攻击的脚本 是防御的这个几个内核参数 一般来说的话呢 Linux的S1 Linux的洪水攻击的话呢 就是 就是说 如果而是你的机器 那么是HEL5以前的版本的话呢 可能需要你手动去设置几个内核参数 那么我们的Linux的话呢 你需要在 PROC目录下 有一个Sys当中 或有个Net当中 IPV4里面 会有几个内核参数 一个的话呢 叫做 SYNTCP 这个参数的话呢 是最重要的 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现代的Linux系统 它的话呢 抗衡S1洪水攻击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的话呢 是把Linux的内核的这个 就是对TCPIP协议级的这个 就是就是说这种S1的机制啊 改了 那比方说的话呢 默认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这边会有一个什么呢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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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log 那你看啊 默认情况下 你的系统的话呢 最多可以允许 1024个S1的 这个数据包 在你这边的话呢 保存下来 比方说 我是张曼玉啊 当然我长得丑一点啊 那么有梁朝伟的话 给我写了一封情书啊 我会说 哎 梁朝伟给我写过情书 我给他一个回应 那同时我把这个信息的话呢 放到我的一个日记本上啊 说我在几月几月几号几点的时候 我给梁朝伟回过一封邮件 嗯啊 那刘德华又给我写了一封情书 我都说扮演的角色啊 他又给我写了一封情书 那我又记录了第二行 啊 那我整个这个本上能记录多少个人呢 1024个 那也就是第1025个人 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 第1025个人 我就不会记录下来了 所以第1025个人的话呢 他就没有位置了 嗯 不要吧 那么你要把他的话呢 变得比较大 你可以去怎么样呢 比如说iCo 8192啊 输出重定项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呢 你再去看他 他就变成了原来的八倍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为什么呢 因为的话呢 人家攻击你的时候 他发的这个数据包的量非常大的 你加的八倍 加的八千倍也没有用 是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说你给我发了一个S1的包以后 我要给你S1ACK的话呢 去确认 嗯 去确认这个包 是吧 那这个S1ACK的话呢 你 你是刘德华 你冒充良朝委 去给我发的包 那这个我回邮件的话 人家肯定没有反应啊 那我还会再去发一个 我还会再去发一个 我还会再去发 我发几次呢 发五次 那这边的话就有个什么呢 啊 SYNACK Retrize 多少次呢 五次 那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样的啊 应该echo一个值 echo比方说一次啊 输出储定项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我只给他回应一次 一次超时是吧 超时是吧 嗯 我再也不给你回来 我直接把你从我的列表上抹去了 明白吧 这就是S1ACK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嗯 我看一下啊 还有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S1Cookie啊 嗯 这个S1Cookie是怎么样呢 S1Cookie的话呢 它是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在R7L5R7L6里面啊 默认是打开的 那同样的话 SentOS5 SentOS6 也应该是默认打开的 啊 这个默认打开了以后怎么样呢 就是你给我发过来的数据包啊 嗯 我根本就不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上 那记录呢 我这个时候的话就有一个小的算法啊 这个小的算法的话呢 就是就是如果描述出来的话是比较复杂啊 就比较麻烦 就是你给我发过来一个数据包以后 我把你的来源的IP 比如说刘德华三个字啊 或者梁朝伟这三个字 然后呢 进行一次SUM的运算 类似SUM的运算啊 比如SUM 比方说我现在的话呢 去就是我把一串特别长的值啊 嗯 一串这么这么长的值 这比方说是IPD值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这个端口号啊 然后用SUM一求和 是不是变成了特别短的一串值 38556是吧 那么38556的话呢 我把它作为TCP协议 就是TCP的这个包的一个编号 哦 就是我给你回应数据包的时候 这个编号 我就用这个编号啊 那你再给我回过来的时候 就这个编号加一啊 那你回过来数据包的时候 是不是我就认为 给你的IP地址和端口号 还是原来那个IP地址和端口号 也就是这时候你是个真人是吧 你不是假的这个假冒的IP 假冒的端口是吧 那这时候你又给我回过来这个ACK的包 第一次的包是SUM的包 第二次的包是SUMACK的包 第三次包是ACK的包是吧 你刚给我发SUM的包的时候 我给你回应SUMACK的包的时候 那这个编号的话是用这个编号 那你给我发第三次包的时候 是不是就这个编号加一啊 而这个时候的话 你的IP地址和端口号是没有变的 所以我能森测出来 哦你的我同样再根据这个号码一看 咦这回的这个TCP的这个编号的话 是38557 那这时候我就认为 咱们俩原来接触过是吧 老相好了是吧 那这样的话呢 咱们就我不用那个 就是原来的日记本的机制 所以的话呢 S1Cookie的话呢 是一个特殊的算法 在Windows 在Linux里面的话呢 都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的话呢 是抗S1洪水攻击的 那么如果要是你想去永久的更改这些内核参数的话 是吧 因为大家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Linux的基础啊 那么如果要是没有Linux基础的话 可以记一下 那么ETC下的SYSCTL.conf 在这里面打开这个文件啊 打开这个文件里面的话呢 加上什么呢 比如说IP Nite.ip 最后啊 加上.ip为4 然后呢 这个TCP下滑线 这个S1Cookie 然后呢 让它等于什么呢 那这样的话 下次Linux启动的时候 那么S1Cookie就会置一 就是当你发现啊 这个S1Cookie 如果要是是没零的时候 那如果你在网上的话呢 去搜索 Windows的TC 就是S1Cookie 你看一下怎么打开注册表 它是改Windows的注册表 那把它这个值的话呢 可能置一 置完一以后的话呢 S1Cookie Windows也就打开了 嗯 嗯 这是S1洪水攻击啊 这样的方法 它是不是就利用那个TCP 那个三次握手啊 对啊 刚才说那个 对啊 我刚才说ACKS 啊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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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是我们现在看啊 就是说DOS DRDOS 还有个CC攻击 是吧 嗯 CC攻击的话呢 一般来源的IP 它是正常的 因为什么叫CC攻击呢 是不是你总是访问我的一个特别 就是耗费我资源的这样的一个链接 我又不可能去拒绝别人 访问我这个链接 是吧 我这个链接就是给别人提供的服务啊 嗯 那我这个服务我不提供了吗 那我把这个页面删掉 或者个功能删掉吗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如果要是你想去 就是达到这样的效果 就是防范别人这个CC攻击的时候 那必然你要知道 对方的来源的IP 肯定是一个正常的IP地址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拒绝呢 用IPTables拒绝 让他就是访问 就是访问你呢 那么也就是说 当别人的话呢 给你发的数据包多到什么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把它拒绝掉 是吧 嗯 那我写了一个脚本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写的一个小的小脚本 这是我前 前段时间的话呢写的 因为我的机器的话呢 前段时间也被攻击 可以说是我被攻击了很多次 很受伤啊 但是呢 就是说 也不一定是坏事啊 就是因为别人的话 也跟你 就是说可能有意的 或者无意的话呢 去这样做的啊 但是呢有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一些这种 就是收入上的这种问题 因为黑客的收入 等一下我们再分析 嗯 你看 假如说有个人的话呢 他他总是给你发 发一些这个正常的请求 但是请求的是你最要命的一些 这种就是页面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可以看他一秒钟 或者是在多长时间之内 给你发了多少条请求 那你看 我用IP 就是IPADD 这是一个变量的名字 我这边定义变量嘛 嗯 定义变量 然后我用nightstate 就是把tcp的这个连接啊 全部都显示出来 全部都显示出来 然后呢 是访问80端口的 知道吧 嗯 那么我用这个 这个就是说这个是 Linux里面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命令的话呢 然后呢 显示出所有的 跟我正在存在连接的这些 这种IP地址 嗯 然后呢 用awk的话呢 把什么呢 把这个 把这个就是说一些 呃就是 IP地址啊 就是把它打印出来 你看我 我可能就是这样说的话 是比较麻烦啊 那你用nightstate 杠ant 是吧 这样一回车 我变小一点啊 这样的话能显示出 所有的人的话呢 那就是正在跟你进行连接 比方说现在没有人 访问我 嗯 没有人访问我 那假如说的话呢 我去 然后访问某个网站吧 啊 我去访问某一个网站 嗯 然后访问 3w.cna.com.cn是吧 嗯 这时候我访问新浪的首页 那这时候的话呢 就会产生连接 对吧 我现在的话呢 我的IP的某个端口 访问着新浪的什么呢 80端口 80端口 对吧 或者访问他的43端口 就是加密的这个端口啊 他可能网页上又欠了一个什么东西 那这个时候 在服务器那端就看到有人的话在访问他 那我这是正常一次访问啊 那结果的话一下什么呢 80次访问 你觉得这个 哦 肯定有问题吗 对 那我这边的话呢 就用netstate-ant 然后呢 用 呃 JREP啊 80是吧 那我把这个 这边的话呢 就是因为我访问了网 就是访问了新浪以后 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就是他的一个网页当中 欠了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链接 对 很多的其他网站 不同的网站的这种链接 当然我现在的话呢 是作为客户端去访问他 别人访问我的时候 那么都是访问我这边的80端口了 哦 那我这样的话 删想出来以后 然后呢 用awk啊 我给大家 我这样的话就是 就是你们可能直接看这个脚本的话 可能还是要重新办个脚本 然后仔细去按照自己要求去分析 但是我可以给你演示一下 大致这个脚本怎么工作的 那我我用awk的话呢 直接啊 print 比方说我想取原地址 print dollar 12345 dollar5 那这样的话呢 你看 我就把啊 比方说有人连连接我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他的 呃 就是说这个ip地址 在家端口 筛出来 对吧 然后我再筛一下的话呢 就只剩下ip地址了 嗯 没有吧 如果要是有一个人的话呢 跟我访问了两次 那我再统计一下 用什么呢 用那个 就是 呃 用这个sorta之类的 再统计一次 就是统计 有几个ip 访问我是吗 嗯 wk k-f 冒号 就是就是需要编程的一些东西啊 就是需要编程的一些东西 冒号 这样的话就只剩了ip地址了 哦 对吧 然后呢 我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再加上一个sort啊 然后呢 这边的话 他就会排序啊 把相邻的 就说 把相同的这个行的话排在一块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嗯 我看 再加上一个 un iq啊 sort un iq 好 记不住那个参数 un iq -c -c的话呢 就是说 你访问那边的话呢 有多少个连接 你看前面的话 不是有个数字了吗 嗯 然后呢 我再用awk判断前面的数字 如果大于80的时候 那说明有问题 或者大于10的时候 就是你一个 你 你一个 普通的账号 你为什么要访问我 你为什么要访问我 10次或者20次呢 啊 还是时间那么短 对 你为什么要产生我 产生10个连接 或者20个连接呢 嗯 那如果要是大于20的时候 我就把你加入到ip tables 里面去 哦 那这 这就是cc攻击的这种防范 啊 这就是所谓的这种什么呢 cc攻击 嗯 然后呢 我把这种ip地址 全部都筛出来以后 全部都筛出来以后 然后呢 我再加入一个for循环 用ip tables 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ip地址全部都什么的 屏蔽掉啊 那我这个脚本的话呢 每隔 比方说三分钟执行次 每隔三分钟执行次 或者每隔两分钟执行次 嗯 对系统的这个 就是损耗的话呢 并不大 哦 因为现在的机器的话呢 这个cpu的快速非常强的 对吧 但是带宽 你是损失不起的 就你的机器 别管多快 你访问一个特别慢速的网站的时候 他也快不起来 所以的话呢 就是你的服务器也很快 但是呢 因为网络流量的原因 别人访问就非常慢 所以当你把对方的ip地址 禁掉了以后 那你机器就会快起来 对吧 所以这是cc攻击 但是cc攻击的话呢 呃 就是说你 如果黑客攻击 你用cc攻击攻击的话 就是说效果恐怕不是特别好 现在 你很容易 因为你能侦测到他的ip地址 啊 他的ip地址真的 嗯 然后呢 第二的话呢 第二的话呢 是说 他cc攻击 你必须得找到你的机器的弱点 但是你的机器的话呢 轻而易举 可以上到什么 八核十六线程 嗯 你装两个四核八线程的CPU 这很正常 四核八线程CPU 那么也不贵 一千多块钱 两个的话呢 三千三四千块钱 然后呢 八核十六线程 你想耗贿我的CPU 耗死 不可能了 所以的话 通常情况还是占代款 所以的话呢 这边 我给大家讲这个 就是说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的话 讲的多了一些啊 就是说这个 DOS攻击 或者第二 DOS攻击 或者CC攻击 这样的攻击多了一些 那么像这个外部脚本的话呢 Sirco注入啊 现在是主流的这种入侵方式 外部跟Sirco注入是吧 对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呢 他的这个门槛可能也不高啊 也不高 但是呢 他的效果的话呢 就是直接你这个服务器就被别人控制了 或者你服务器上的所有的数据就被人家控制了 那要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在继续网上分析的话 你要考虑一下就是黑客他为什么这样做 就是黑客的身材知道在哪里 你要了解这个的话呢 刚才我说黑客他会收你的竞争对手的钱 让你的机器的话呢 没有办法上线 对吧 那么当你的这个机器的话呢 如果是就是你的这个机器的话呢 多长时间不上线 那么你的竞争对手可能给这个黑客多少钱 但是呢 黑客还有其他的收费的方式 那他就会 比方说利用外部脚本入侵 或者Sirco注入入侵 他可能就是干别的这种方式了 一般的话呢 会有什么呢 嗯 会有就是控制完你的机器了以后 控制完你的机器以后 以你的机器再去攻击别人的机器 用你的机器攻击别人 因为你现在的机器是一个两兆或者是一百兆或者十兆的这样子一个机器嘛 你去攻击别人的话能不能产生很大的这个流量吗 那样的话 我的机器也长了肉鸡 对 你的机器就是好肉鸡 就是黑客来说就是好的一个好的鸡啊 好的肉鸡啊 那么如果是你的机器的话呢 是一个访问量比较大的网站 那他可以利用你的机器的话传播他的病毒 他可以获取更多的肉鸡 他在利用那些肉鸡的话呢可以攻击产生特别大的流量 然后呢攻击很多人啊 那也可以传播他的大量的这个木码 然后来获取QQ账号 或者获取网银的账号 有很多人是这么干 还有的话呢 你的机器如果是一个什么呢 你的机器如果是个门户网站 那么人家通过脚本漏洞入侵进去了以后 就可以传播他的病毒啊 这是一个啊 然后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刷库 刷库的话就把你的所有的账号全部都抓起来 抓你的所有账号 也就是你的客户数据就全都丢了 刷库的话呢 你说前段时间网上报道啊 网上的那个新闻报道 说像成都那些地方的有一些黑客 他一天晚上就能赚600多万人民币 我那挺挣钱的 那肯定赚的是这个非法的钱啊 就我不是鼓励大家啊 大家都去刷人家库 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知道的话呢 一个公司最重要的就是客户数据 就是客户数据 那如果要是你的竞争对手的话 你比方说 我听说他们是什么呢 买别人的这个客户数据 就是买别人的这个竞争对手 买另外竞争对手的客户数据 一个正常的数据 比方说给五毛钱 或者给一块钱 或者给多少钱 但是这个客户多少个呢 几千万个 没有吧 几千万个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 刷库 这种刷库的话呢 就是黑客的话呢 很多人都是靠这个 所以的话呢 不管是哪种方式 你会发觉 外部脚本漏洞 或者是 Circle注入漏洞 或者说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其他的这些漏洞 他肯定都是为这些服务的 就是刚才黑客的几种身材之道 他都能为他服务 所以黑客的话 非常喜欢这样的这种攻击 明白了吧 那么这个外部脚本漏洞 或者说Circle注入的话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那你只能 首先你要雇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程序员 比较规矩的程序员 你像我的话呢 就深受其害 我来请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网站的开发者 原来啊 那个就是能把人气死 你知道吧 就连小学生啊 就是那个网页开发的 这个小学生啊 都会被告知的 这样的一个错误 他都能犯 然后呢 让我们的机器 轻而易举的 就为什么呢 被攻击进去 然后那个黑客 攻击完我们的机器以后的话 他写个教程放到网上 把我的鼻子都气歪了 你知道吗 然后但是呢 这个就没有办法 我的本地的安全的措施 再严密 也架不住 你说 你像说不怕 这个狼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像的对手 然后呢 你的机器的话呢 你怎么保证 你们公司写网页的这个人 他的水平怎么样 我肯定保证不了 所以的话呢 你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作为你啊 在维护这个服务器的安全的话 你就要找大量的这种攻击程序 来测试你的机器 大量的攻击程序来测试 其实就是说 房的时候 你得会攻击才行 不是 你不一定会特别精通攻击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的话呢 你一定要下很多攻击的视频来看啊 所以说看他们怎么去攻击的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 你会发觉网上的很多攻击的这个人啊 他的水平也不算太高啊 他就是会用这个工具 他就会用这个工具 就是脚本小子 但是这些人的话呢 他用这个工具 他挣钱呢 因为没有人管他 你知道吧 他用这些工具挣钱 那你要看一下这个工具是怎么使用的 APP SCN 他能扫明非常深 给你的话呢 把漏洞的高中低啊 三种级别 全部都列出来 就你可能有什么问题 可能有什么问题 可能有什么问题 那都是成 就是非常好的 这种安全工具 就是工具 这个安全工具的话呢 他并不是真正去入侵你 而是他扫描你 但是你从网上的话 下的一般的这种攻击 攻击的话 他只是攻击某 某一个漏洞 我不可能扫描所有漏洞 所以的话呢 你作为一个 比如说你开发的话呢 并不是特别的 那个熟悉 或者不是你的本质工作 那你就要用这种安全工具 自己来测试 那XGAME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么像外部脚本漏洞的话呢 Circle注入啊等等 那么一般的话 是跟几个 几个这个东西是相关的啊 那么因为这个 就是现在八点半啊 然后大家休息 休息十分钟 然后大家可以提一些问题 然后呢 把问题就是那个 咱们同事的话 把那个 就把咱们这个开开啊 把咱们的这个 文本聊天开开 然后大家的话提一些问题 然后呢 先去休息十分钟 等十分钟之后的话呢 我们回来的话呢 一块来解答这些问题 好吧 然后一会的话呢 继续来讲这些内容 好的 大家可以把问题先发出来啊 好 我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 那么有呃 就是有很多同学的话呢 可能是有不同的这个 就是见解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 大家可能一般遇到的问题是有哪些 嗯 就我先这样吧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呃 就小明帮我看一下 就是通常的话会有哪些问题 好吧 然后呢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的话 你就说 人家入侵你的网站的时候 因为我的机器的话呢 被入侵过很多次 我就深有体会啊 当然就是我是没有干过这种去黑别人的事啊 就是说因为的话呢 是犯法的 但是我的机器的话 被人家黑的时候 我总要琢磨一下 啊 那一个机器的话呢 被黑的时候 你要知道它的机制是怎么样的 那在我们的操作系统里面的话呢 一般都是由一个kernel的话呢 来主控所有的程序 那这个kernel的话呢 他如果出现漏洞的时候 那就麻烦了啊 那就那个漏洞的话就非常大 或者比较麻烦 那kernel的话呢 在内核空间当中的话呢 还会有很多的驱动程序 在linux里面的这种驱动程序 或者是什么呢 针对硬件的叫驱动程序 如果而是不针对硬件 不管理硬件的叫做什么呢 都叫做啊 models啊 就是模块 kernel的话呢 和models 内核和模块啊 它是组成全部都运行在什么呢 在内核空间 内核空间 这个内核空间的话呢 别人访问过一个数据包的话 首先是由他的话呢 来进行处理的 如果要是我们在用户空间当中 有一个程序 在运行 那么这个程序必然有个什么呢 uid 这个uid的话呢 就是这个程序的身份啊 相当于程序的身份 那我们的apache 比如说httpd 它的这个uid是多少呢 那一般的话呢 它的总共的控制程序的话呢 uid为零 其他的apache的话呢 都是一个什么呢 普通的uid 那等一下我可以给大家看 但是呢 最开始别人攻击你的系统的时候 根本就不是 不是啊 就是访问这个80端口的时候 根本就不是apache先去响应你 而是由我们的kernel和内核模块的话 先去响应你 所以最怕 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 最怕就是kernel和模块 某个地方有漏洞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的这个 就是别管你的程序配置的多好 那你机器就被攻击进去 那这种漏洞的话 一般都是缓冲机一出 或者是一些什么呢 技巧型的漏洞 那如果是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到了我们的这个用户空间 就到了用户空间当中的 这个httpd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httpd帮你去访问各种各样的脚本 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点php 然后呢 什么什么什么点 比如说jsp啊等等 这样的一些脚本程序 这些脚本程序的话呢 就没谱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php或者这个jsp 或者这个asp的网站 这个编程人员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的话呢 典型的一个漏洞啊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机制 假如说我们的apache 它是以 d a e m o n 这个身份啊 去运行的 apache是以d a e m o n 这个身份去运行的 那一个黑客的话呢 访问到我们的kernel以后 他访问到我们的80端口 这个是一般别人不会阻止的 因为只要是web服务 他就肯定开着80端口 访问这个80端口的话呢 指定要某一个peerp的程序 指定要某一个peerp的程序啊 他就访问 比方说有一个叫做abc吧 abc.peerp的程序 因为abc.peerp程序 是某种驾站程序的一个典型的什么呢 一个典型的这个 就是这个啊 就是特征的这样的一个peerp程序 那么所有比方说discards 他就他就有这个abc.peerp 那么这个版本的话呢 就会出现abc.peerp的这个漏洞 就是这个程序文件里面 就就这个漏洞 那么人家的话呢 是通过百度啊 一般这个攻击过程的话呢 黑客攻击过程第一啊 他通过百度 他通过百度 然后呢去扫 扫描所有的abc.peerp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peerp文件 看有没有 然后呢 再看一下他的这个漏洞啊 是有哪些 就是这个漏洞的话呢 是版本符合不符合 比方说都是discards discards的零带的这个漏洞啊 就是很多人都装了 装完了以后的话呢 可能有这个漏洞 没有及时的话呢 把这个漏洞补掉 那么他搜到discards 都有abc.peerp这个文件 那这样的话呢 通过百度一搜索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众多的网站啊 然后呢第二步的话呢 再通过啊 就是攻击指定这个漏洞的代码 漏洞的这个攻击代码 漏洞攻击程序 或者攻击这个代码啊 这个程序的话呢 现在有一种倾向啊 现在这个漏洞攻击的程序 以前是什么呢 c元编的啊 现在的话呢 逐渐由c元过渡到脚本元 比方说就用prp的话呢 去黑别人啊 就用prp去黑别人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趋势 就是说他们不去用c元 去编专门的攻击程序 因为以前的缓冲期 溢出的漏洞是由什么呢 是由c元的话呢导致的 而现在的话呢 一般的脚本漏洞 要比缓冲期溢出漏洞 多的多的多 而攻击的方式 就是攻击的难度的话呢 却降低了很多 所以的话 谁来找这个prp的程序漏洞 或者谁来找gsp的程序漏洞 或者谁来找asp程序的漏洞呢 是由相应的脚本编程人员 那么黑这个漏洞啊 就是别人去黑这台机器的时候 攻击这个漏洞的时候的攻击程序 也自然而然的由c元变成了prp 也就是很多人都是用prp的代码 去攻击别的服务器 攻击另外一个prp啊 就攻击服务器上的prp的程序 那么他们找到了针对这个漏洞的攻击程序了以后 然后呢 把刚才的什么呢 把刚才的网站啊 域名 把网站域名的话呢 给到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攻击的程序 这个攻击的程序的话呢 拿到了这个 就是这些网站以后的话呢 一个一个去试 找这个漏洞还存在不存在 如果是没有补过这个漏洞的人的话呢 那么他就上传了一些什么呢 呃 四啊 就是上传 上传 呃代码 而这个代码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木码 这个木码的话呢 一般我们在 呃windows啊等等这些地方去去 就是说去找到的木码 跟这个木码是两码事啊 那些木码的话呢 一般都是由什么呢 C++或者C元去编出来 那这个上传的这个代码的话呢 如果你是PRP的 一般也是什么呢 PRP的程序 如果你是JSP或者ASP的也是 ASP或者JSP的程序 那上传这个代码的话呢 其实这个代码就是什么呢 傀儡 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discards里面的话呢 可以发布这个网页是吧 那这个网页的话呢 他能不能上传一个图片呢 就是你这个发一个帖子 这个帖子里面有没有图片呢 有图片 那我如果要是不不上传图片 而我上传的是一个什么 我上传的是一个点PRP的文件 这允不允许啊 一般是不允许 对吧 但是我去上传的是一个 什么什么点GPG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是一个图片文件 但里面有PRP的代码 他里面有PRP代码 也就是说这个图片 不是一个真正的图片 而里面是有PRP代码的 那这样的话呢 你上传上去了以后 然后呢 上传出来这个代码以后 然后呢 第五的话呢 再访问 再访问这个什么呢 再访问刚才上传上去的这个代码 那么访问了以后的话呢 你就相当于你在那边的话 有个木马的话呢 供你去什么呢 去操作 操作的时候的话呢 第六步的话呢 就要什么呢 第六步的话就要提权 提权的话呢 就是把自己的权限的话呢 提升上去 那就是说 我如果是这个PRP程序啊 你比方说 我一个黑客的话去访问ABC.PRP 他拥有的身份是谁的身份呢 就是 Demon Demon这样的一个身份 那这时候的话呢 它是一个普通账号 那它可以利用各种漏洞的话呢 去提升成root 比方说 比方说我原来 我前两天啊 就是十月份的时候 录过一个视频 嗯 就是基本上 RHEL 6.1 6.0都有 RHEL6.1 或者是 就是那个SentOS6.1 之前的所有的版本 所有的Linux版本 都有那个漏洞 就是你只要有了什么呢 就是你只要能攻破这个 PRP的程序的这个 这一关 你就可以把自己提升成root 啊 就任何人的话呢 在这个PRP的网站上 他找到了一个漏洞 他可以上传一个自己的木马上去 嗯 他就可以以root的身份去运行这个程序 那直接的话 自己就变成什么 真正的root 啊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过程 那具体的话呢 呃 我们看一下同学的话 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嗯 嗯 大家问那个 说那个APP scan 那个在哪下载 APP scan的话 是IBM的rational里面的套件 这个软件的话呢 特别贵啊 我不知道IBM的话呢 有没有这个下载的 但是呢 当时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呢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呢 原来有一个 就是软件测试的这样的工程师 嗯 就软件测试的工程师 他手里面有 嗯 他去 他去 他去帮我测的 我看到报告就是APP scan的话 他这个生成的 那如果要是你在网上搜不到的话呢 你可以用你搜一下X scan X S C A N X scan 然后呢来测你的网站 安全性啊 然后大家问那个说那个 嗯 如果云主机挂了是吧 那么是不是大家用云服务的这些科目端就一块都玩玩了 首先大家要知道什么是云呢 什么是云呢 云的话呢就是就是服务器啊 一台服务器是吧 嗯 能数得出来这是一台服务器啊 两台服务器你能数得出来 云服务器的话呢 就意味着他的服务器的数量是非常多的 啊 假如说有一千台服务器组成一个大的集群 那这个云服务器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他要有数据的安全性 嗯 就是说一千台服务器可能不可能就是这个服务器的话呢 出错的几率或者说损坏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是吧 嗯 比方说百分之一的损坏 那也就是说一年里面的话有十台机器就要坏 啊 两年时间过了第二年的话呢就是比方说十分之十五啊 那这样的几率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如果这个声称自己是云服务器 结果却没有备份机制啊 或者没有这个什么的荣誉机制 那你觉得他这个云服务器应该叫做云服务器吗 嗯 不应该 对吧 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啊就是说云服务器的话呢 他叫云服务器 怎么怎么能挂呢 啊 云的话就自然就应该包含着荣誉 就是你的机器你的这个网页放在里面 就自然就应该是一个比较他来负责安全的这个状态 啊 所以云服务器他必然是要有一台机器坏了另外一台机器立刻顶上他这个这个功能 就是虚拟化和这个就是这个集群等等的话要组成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嗯 其实就是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云主机就是就是说假如那个云提供商嘛啊 他被黑客黑了好话我们是不是下面这些就是客户端都受害了就 不是啊 一般云主机的话呢 他是提供虚拟机啊 啊 虚拟机 就是说你的这个机器啊 比方说你现在这个windows的机器上跑了三个虚拟机啊有一个虚拟机我卖给你啊 另外一个虚拟机我卖给他啊 那他那个虚拟机被黑了 那关其他的虚拟机什么事啊 除非我这个跑虚拟机的这个服务器被黑了啊 嗯 刚才就是还有一个同学说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linux很多安全上没有优势 或者说存在好多漏洞吗 嗯 然后他就说这个linux安全是吧到底和windows相比有没有优势 嗯 linux的话呢 这个再烂啊 就是说他的安全性再烂也应该比windows强啊 你知道什么样原因吗 嗯 就是因为windows啊 他里面的这个病毒的数量太多了 你要linux的话呢 你要想被攻击啊 就是你的linux的话呢 你比方说你被人家攻击了 嗯 那人家黑客的话必然是针对你指定的这个代码 或者是指定的系统 嗯 找到了一个指定的漏洞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或者说至少得操作几次 然后把你的机器的话呢 黑掉 嗯 结果你如果是windows的话呢 你要应付另外的一些这个威胁 什么威胁呢 就是你windows的这台机器啊 你windows的这台机器 它竟然被一个无意识攻击的一个病毒和木马给攻击了 就是windows的漏洞 你根本就是猜不透的 而windows的软件通用性又特别好 嗯 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我现在假如说专门攻击linux的病毒一个都没有 啊 专门攻击所有linux的病毒一个都没有 但是专门攻击windows的病毒一堆接着一堆 嗯 这就是他们的差别 因为windows的话呢 他写病毒的这个代码啊 写代码这个病毒代码的这个作者 他写完一个以后可以感染几万台机器 嗯 很happy啊 这个人的话呢很开心啊 嗯 说我一下写个病毒的话可以攻击那么多 因为windows的这个代码 它的运行就是就是说这个 兼容性特别好 啊 而linux的话 你是r7125 我是r716 他是r714 你开了这个服务 我没开这个服务 那这就乱七八糟 就非常多了 啊 没有吧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差异 知道了 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 嗯 Linux我刚才说啊 Linux大家不要认为他是安全的 不是说他 不啊 就是比起windows来 不安全 这个的话是有差异的 啊 没有吧 就不要认为的话呢 Linux比起windows来安全是差的 嗯 他再差的话应该比windows强 而最重要的就是很多人用Linux的话 是觉得他啊 就是开源的免费的 那微软出现漏洞的时候啊 通常微软被黑的时候 你是想破头 你都不知道是怎么被黑的 啊 那谁能知道呢 只有微软自己能知道 嗯 啊 还有一个人说那个windows下怎么防那个CC 因为在刚才说那个Linux下怎么防吗 啊 windows下啊 windows下的这个CC的话 我因为 呃 我对那个windows的话呢 就是这个网站啊 我不太熟悉啊 嗯 就是我没有去维护过windows的太多的网站 所以我不太熟悉 就是windows下CC该怎么去弄 而Linux的话我是写个脚本 当然 那Linux我写个脚本 Windows应该也有脚本 啊 也有脚本 就是他的这个 你比方说开始点开始点上一个什么呢 就是运行输入一个cmd 是吧 那个就是他的shell 那里面也有什么呢 也有编程啊 嗯 那现在windowsserver的话呢 会有一个叫做powershell powershell 它跟Linux里面这个bash 不一样 嗯 它叫powershell powershell也可以编程 啊 行 然后最后大家还有一个都比较关心 就是说这个视频有没有地方下载 因为有的时候 网络或者问题导致他们看的不全 所以那个客件和那个视频 这个就是我们尽量的话 尽快把它压缩上去 然后在群里面通知好了 啊好吧 然后呢还有个CIH病毒吧 嗯 CIH病毒的话呢 是以前的话呢 我记得是98年99年的时候的病毒 嗯 那个时候很多很多 肯定很多同学的话呢 还在就是咱们听课的这个同学的话呢 可能还还没接触电脑 是吧 那个时候我是有体会啊 CIH的话呢 他说他是第一种可以直接把你的BIOS 就把你主板上的BIOS直接写 直接写就是写坏掉 因为你系统一开始启动的话是BIOS启动的 嗯 他的话呢是利用人家给他的那个就是就是BIOS的那个刷机程序的接口 直接把病毒的代码刷到BIOS里面去 他是纯粹破坏性质的 嗯 那这个黑客的话属于费力不讨好 就是他是费力不讨好 然后找到成就感 这是原来的黑客和现在黑客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差别 以前的黑客或者病毒的这个写就是代码的作者啊 他是什么呢 他是喜欢让自己的程序的话呢 害了很多人 或者说什么的有意无意的就是让你感觉到我的存在 是他的成就感的这个来源 但是呢 现在的黑客的话呢 一般都是朝着钱去的冲着钱去的 他无缘无故把你的机器搞坏 你说他能他有他能有什么收益 是啊 而且的话呢他把别人的机器破坏 他是什么呢 他是犯罪的 啊如果有个人他黑了你的机器啊黑了你的机器 没有恶意啊 就是没有把你的数据删掉 没有把你的数据那个漏出去 没有把你的数据卖钱啊 没有产生利益 那这个时候这个黑客即使被抓到了 也不会被判这个刑事 不怕不会被判刑事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就不会当成刑事的这个责任 但是如果他删你的东西或者说把你的机器的话呢 搞坏掉 那这个属于什么破坏别人财产 所以黑客现在不会干这种事情 大家就提防着就是说你的机器不要被别人利用了 然后让人家赚钱啊啊 你看啊就是说黑客黑掉一台机器了以后 传播木马 嗯传播windows的木马啊啊 你比方说刚才我不是说一个手机的话 他默认访问的是html5的这个页面 然后当他的这个桌面吗 对当手机的这个界面吗 那假如说这个页面下的话呢有一个木马 那这个手机就被黑了 所以现在的iOS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叫什么呢 呃 苹果的手机的越狱听说过吧 啊 苹果手机的话默认不能装盗版软件 越狱完以后可以装是吧 嗯他们怎么越狱呢 就是让这个苹果手机去访问一个 就是有一些越狱方式啊 就访问一个指定的网站 这个网站的话呢给你下载回来一个 就利用他的浏览器的漏洞下载回来一个破解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在本地就是相当一个种了一个木马 然后呢越狱 哦 是这么过程 所以的话呢这个代码的话呢 从网上来 那我如果黑了一个服务器 然后把木马上传到这个服务器上 所有访问这个网站的人都被什么呢 这个木马感染了 这是一个就是主要的方式 那如果所有的客户机很多很多的客户机啊 都感染了这个病毒以后 那这个时候 你在这个客户机上 输入的QQ的账号和密码 就会被黑客抓过去 然后你的QQ账号就丢了 就被拿到网上去卖 哦 然后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 就是说你的这个机器客户机装了木马了以后 然后你的网银的账号也会被什么拿去啊 就是就是让人家把钱都转掉 有专业的这种犯罪团伙啊 他们有自己的生产量 他们这是黑你的机器的这个目的啊 他们先黑了一个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的话呢 在传播更多的木马 一般传播的木马的话呢 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免杀程序 它叫做免杀 免杀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方说你现在装了个360 非常有名的杀毒软件是吧 这个杀毒软件的话 肯定能杀掉灰鸽子这个病毒 对吧 肯定能杀掉灰鸽子病毒 但是呢 灰鸽子的病毒的话呢 它非常有名是它的原代码 全部都是已经共享出来的 就原代码的话 谁都可以拿到 这个原代码编译完了以后 会产生一个特征码 这个特征码被什么呢 被我们的360的话呢 识别出来 可以杀掉这个病毒 侦测出来 但是呢很多的编程的人拿到这个代码了以后 他把这个代码的话呢进行了更改 就是改了一些东西 然后编译完了以后 这个特征码已经变了 那于是的话呢 这个黑客 就做成了一种自己的叫什么呢 免杀的这种 这种这种东西 那这个免杀的话呢 放在网站上 然后呢公布出去了以后 嗯 然后呢黑客的话呢 利用这个免杀的程序 感染了比方说一千代机器 那他基本上是想灭谁就灭谁 所以的话呢有专门的这种人的话呢 他去兜售自己的这种服务 啊 当然了他也可以从那些客户端上去收取什么的 QO号 嗯 把哪个QO号呢拿过来 或者说把那个 呃 就是把那就拿到某QO号 或者说去 就是说 偷这个网银账号 啊 或者是怎么样呢 啊 就是利用这些机器来攻击其他人 啊 那么就是很多种这种收费的方式了 嗯 啊 所以的话呢 这就是黑客的几种啊 就是说这个问题啊 黑客的这些问题 呃 CIH 刚才说CIH CIH的话呢 他是呃 就是在Windows 就是我 大家看我这个图啊 他比较有 有代表性的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看啊 现在一个程序 就是我们平时所见到的各种程序 你比方说现在啊 我按一下Ctrlout加Delete啊 然后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任务管理器是吧 就是Windows的 Linux的话就是PS命令去看是吧 嗯 Linux的话你看我现在 我输入一个什么呢 PSAUX 也能看到很多的进程 嗯 对吧 当然Linux里面进程 我给大家看一下 Linux里面的进程的话 你看到有很多的进程的话 他在翻过号 我往上拉一下啊 你看这边的话呢 大家看 这边很多的进程的话呢 实际上是带翻过号的 看到了吗 嗯 那这些进程的话呢 是以内核 泰去运行的 就是他是在内核空间当中 啊 内核里面 内核里面 那比方说这个UDEVD 呃UDEVD-D的这个啊 这个程序的话呢 他就是用户泰去运行 就是普通的一个程序 那同时的话呢 Windows也是一样 Windows的话呢 有很多程序 你看啊 我这边一点用户名以后 那Administrator身份去运行的 就是普通的用户 嗯 那么以System运行的 那他很可能就是一些什么呢 就是内核态运行的程序 CH的话呢 他是最有名的一个程序 他是什么呢 他把自己 本来是一个普通用户运行的程序 他能把它 装成是什么 利用一个小小的这样漏洞啊 他能把它自己运行成一个 用就是那个 内核态运行的程序 然后呢 用内核态运行 然后直接控制硬件 把你的这个BIOS写坏 啊 这是CH的一个创举 就是第一个能破坏硬件的病毒 就是CH 所以现在的话呢 大家可以不用去担心 当然了你像如果要是你是特别安全要害的这种部门啊 比方说像那个最近的话呢 伊朗不是那个就是他那个试射导弹的专家 在操作导弹的时候 嗯 导弹突然爆炸啊 如果你安全级别到那样的程度的话 你要考虑的问题就可就更多了 就是你这个你有很多程序啊 比如说你在真正的话去配置这个就是控制系统安全性的时候 我用PS命令我可以看到什么呢 黑客上传过来的代码或者上传过来的木码 对吧 或者说呢 有哪个程序 他是以root身份去运行 但是呢 特别厉害的黑客 他可以把自己的程序的话呢 伪装成这种东西 就伪装成内核模块 models 他可以把自己伪装成models 这样的话你用PS命令你就看不到 呃 你PS命令看不到 或者说黑客上传了以后的话呢 装一种叫做rootkit的东西 R-O-O-T-K-I-T rootkit的话呢 他会把你的所有的PS命令 LS命令整的这些系统的基本的命令 全部都替换掉 替换掉了以后的话呢 光显示一个什么呢 正常的结果 黑客的东西都看不上去 看不到 那一个高水平的黑客的话 他可以在内核当中植入他的木码 或者内核模块里面植入他的木码 嗯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Linux可能带来的问题啊 那刚才的话呢 我把这个就是用户空间当中 别人的话呢 通过啊 就是脚本漏洞的话呢 入侵的一个过程的话呢 跟你 跟大家讲了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看啊 就是说我再重复一下 通过百度 百度指定特征的这种PAP程序 或者GSP程序 嗯 他能找到这个版本 所有的网站 用这个版本软件的所有网站 所以你如果要是用的是Discars 或者用的是什么其他的建站的程序 那这个建站的程序用的非常广泛 而且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 那你一定要非常的这个敏感 嗯 你要在网上自己去搜索 有关这个版本的程序的 那个漏洞啊 自己搜索一下 那黑客的话也是这样去搜索到你 啊 搜索到你了以后的话呢 他可以利用漏洞来什么呢 就是利用这个专门的这个漏洞的攻击程序 来攻击你 因为他通过百度已经找到你了 然后来攻击你 把网站的话呢输入这种攻击程序里面 然后攻击程序如果是成功了 那他就会上传他自己的木码 他的这个木码的话呢 一般也是PSP的 或者一般也是GSP的 或者一般也是ASP的 啊 那么上传上去了以后的话呢 通过远程访问这个木码 然后呢 来获得你机器上的一个什么呢 可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接口 啊 比方说你访问一个网站 停止服务器 是吧 你访你访问那个路由器 嗯 你就记得吧 就无线路由 啊 无线路由不是提供web界面 吗 那你说我要重启这个路由器 你一按按钮 是不是他就重启了 啊 那也就是说黑客的话呢 在你机器上提供这样一个网页 那你的机器不就有病了吗 就有问题了吗 就被别人为所欲为的控制了吗 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啊 他可以通过访问这个上传那个代码 能访问到 但是呢 这个代码的权限还是什么权限呢 是这个Demon的这个权限 就是说这个 就是一个普通账号的权限 啊 你可以看一下啊 嗯 我这边的话呢 看一下啊 PS Aux 啊 然后加上一个什么呢 GRP HTTPD Apache 嗯 这样一回车 那Apache是以什么什么身份去运行呢 是由 嗯 嗯 那个 那 就是说他这个程序的话呢 HTTPD的话呢 是以Apache的身份去运行 这个时候他还是普通账号 普通账号的话呢 他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啊 但是很可惜 包括现在运行的RHEL6.0都有提权漏洞 哦 就是能让普通用户立刻变成root 就是大家记住啊 RHEL6.1之前的所有的版本全部都存在这个漏洞 就是你只要是具有普通账号 你能访问到这台机器 你就可以提权让自己变成一个什么root 那你就是为所欲为了 好 那这个漏洞的话呢 呃 反正我自己实验过啊 就是说我也我还录了个视频安全的视频 嗯 其实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就是写用C元的话呢 写三行代码 哦 直接搞定 我我自己在去年这个时候就被这样攻击过 哦 我的机器的话呢 平时我自己登陆 我那天一看 咦这个人是谁 嗯 这个人的话我就没就是那个没注意啊 这个人的话呢 就老老访问我的机器 我看访问了三四次 我一查的话呢 那这个机器这个人的话呢 本身就是一个普通账号 结果的话呢 他的UID啊 就是他的他的这个就是他的UID的话已经变成零了 就是他的这个就是用户的ID已经变成零了 也就是他就是Root了 嗯 因为在零的系统里面 UID为零的账号 就是特权账号 嗯 别管你叫不叫Root 啊 他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去年我就被这个漏洞攻击了 那么 今年的话我试了好多次啊 一直都是可以进去 那么到RHEL6.1完了以后 然后呢这个漏洞才补上 嗯 所以这个的话呢是非常要命的 啊 大家仔细的话呢 去看刚才我这个画的这个图的最后一步啊 就是提拳 第六是提拳 啊 提拳这个地方 那么就是说 这是一个就是典型的这个脚本工具 而且现在的话呢是运用的非常多的 那么如果要是你的机器啊 是在一个什么呢 就不是你们公司自己的一个机房 放的IDC机房 同机架 或者同一个二层交换机里面的话呢 还有其他的机器 还有其他机器 那这个时候 只要有一台Windows的机器 你的机器 就惨了 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机器的话呢 那个Windows啊 他有大量的就是病毒和木马 嗯 别管他怎么装杀毒软件 因为我刚才说了有免杀病毒 那么别人的话呢 攻击了那台机器以后 比方通过什么3389端口上去了以后 或者说没有上去 那木马已经在里面运行了 通常的话呢 这个木马还会有一个叫做ARP病毒的东西 啊 ARP病毒 ARP病毒的话呢 就是 呃是这样就是你自己写这样的一个程序啊 就是写这样的ARP的一个病毒程序的话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啊 也就是几行代码的事 那是怎么样一个机制啊 因为我我也被这样攻击过 这是我的机器 嗯 我同一个就是机房 或者同一个机架上的话呢 还有几台机器 嗯 有一台的话呢 就是什么Windows 没有吧 但是上面的话呢 有我们的这个路由器 就是我们的Router 啊 我们的路由器 那么整个的话呢 全部都在一个机架上 嗯 这个Router的话呢 连接着什么 连接到外网 啊 连接到我们的Internet 嗯 对吧 那我的机器 这是我的机器啊 这是一个什么啊 这是一个Windows的机器 上面这也 假如说也是个Windows机器吧 嗯 这边是个什么呢 Linux机器 这是我的机器 那我们所有人的默认网关啊 那这个路由器的默认网 IP地址 我给他设成IPR 啊 假如说他的IP地址 他连接我们的这些机器的 就IP地址IPR啊 啊 那我们所有人的话呢 默认网关啊 就是我们的默认网关都是什么呢 都是指向什么呢 IPR 对吧 对吧 然后呢我这个Linux的话呢 他的这个默认网关啊 也指向什么呢 IPR 对吧 那这个Windows的话呢 他原来也是这样 结果的话呢 他中了病毒了 他中了ARP病毒 ARP协议的话呢 就是把IP地址跟Mac地址 进行绑定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是吧 就是IP和Mac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桥梁 那么他中了ARP病毒以后的话呢 他在对外的话呢 进行大量的广播 他广播的内容是什么呢 说什么呢 啊 我是IPR 你说这台机器啊 这个Windows的机器 他的IP地址本来是什么呢 IPWindows啊 他是IPW 但是呢他说我是IPR 我的IP是这个 同时我的IP也是这个 我两个IP地址 啊 我两个IP地址 你看吧 嗯他去这样的叫的时候啊 他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而正常的 我们说这个Router的这个 Router的他也会这样叫 他说我的IP地址是啊 IP地址R 我的Mac地址多少多少 嗯但是呢 大家的话呢 听的时候 那么发现的话呢 有另外的一个声音 要比他快多了啊 就是这个声音啊 就是这个IP地址R声音啊 那么也就是说我 如果这是我的Linux的机器啊 我这个Linux的机器啊 那么我去找IP地址R 为R的这个时候 我会找到一个什么呢 Mac地址 就是我们的硬件的网卡地址 嗯也为R 是吧也为R 这是通过什么呢 ARP协议的话呢 来做的 对吧 通过ARP协议来做的 但是现在因为的话 这个Windows的机器 已经被黑了 所以的话呢 我还是找IP地址 为什么呢 R 但是呢 Mac地址已经变成了什么呢 这个Mac地址 已经不是路由器的Mac地址 而是我们这个Windows的机器的Mac地址 所以的话呢 现在我在往这个路由器 发送数据包的时候 真正把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是给到了什么 给到了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这个Windows的机器 Windows的机器的话呢 把所有我的网页里面全都加了一个黑客的这样一个链接 叫挂码 挂的一个木码 这个黑客的链接 就相当于我的这个网页里面啊 有一个看不见的这样一个内容 去访问了另外一个网页 而另外那个网页的话呢 就是下载了一个什么木码 在他的客户的机器 所以那个时候我被黑的时候 我的机器的话呢 谁访问我的机器都出现病毒报警 啊你的这个机器网页有病毒啊 我说啊我的机器又被黑了吗 我直接的话呢 我用GREP啊搜索了所有的网页啊 我发觉的话呢 近一两周来根本就没有动过任何的程序 没有任何程序变的啊 我怎么搜索都搜索不到啊 我发现什么呢 我发现了一下什么呢 就是我所有的这个数据包啊 我的路由器变成了谁呢 变成了这个Windows的这个路由器啊啊 那么我所有的数据包 比如说有个客户端啊 他去访问我的网站的时候 他是把数据包拿过来是吧 他说数据包的话呢 往这边去发送啊 他说数据包的话呢 往这边去发啊 发过来以后的话呢 走走到了我们这个路由器 我们这路由器的话呢 把数据包再转发给我 对不对 转发给我以后 我认为谁是这个路由器呢 我把这个数据包的话呢 就转给了这个Windows Windows经过了更改以后 再把数据包的话呢 再转回这个什么路由器 再有路由器的话呢 再转给我们的这个机器 所以的话这个时候 因为我认为 谁是那个路由器呢 Windows的这个 中了ARP病毒的机器是路由器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的机器现象就是什么呢 你的网页没有被任何改动 但是呢 所有人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 都发觉有挂码 嗯 有这个病毒 有病毒的报警 什么原因呢 就是你的这个网段当中 二层交换机当中 就普通交换机连接的机器上 有一个人中了ARP病毒 啊 那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的话呢 你应该这样的啊 我找Linux的话呢 这样来做啊 Linux的话呢 你可以用ARPNG 啊 ARPNG 啊 ARPNG 然后呢 输入一个网关的地址 比如说192168.3.1 啊 一 我看一下啊 现在我能PIN的通是吧 嗯 能PIN的通这样报错的话 是因为我用的是 呃 就是用的是ETH1啊 -I ETH-I 大家不用记后面这个啊 就-I ETH1 因为我现在有两块网卡 我现在用的是ETH1 所以的话呢 刚才的话他直接告诉我ETH0是有问题的 那我ARPNG的话就是说 谁的IP地址是192168.3.1啊 嗯 谁啊 那他告诉我说 有一个回应说什么 我的Mac地址是34.08.04.86等等 嗯 如果是有两个回应 你就要知道你的局域网内 有一个人在冒充3.1 哦 而冒充那个3.1的话呢 会给你的回应是最快的 就是你在第一次PIN的时候 就会有两条出现 就会有两条 嗯 有两个Mac地址出现 以后的话呢 一直是一个 通常情况下 后面一直出现的那一个 就是ARP病毒的那台机器 嗯 而只出现一次的那个Mac地址 是正常的什么 router 正常的路由器 所以这时候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呢 ARP-S 然后呢 把这个 比方说你的网关啊 比方说你的网关 然后绑定成什么呢 就是你要的那个 你看吧 绑定成你要的这个Mac地址 哦 你用这样的一绑定 你会发觉所有人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 再也不会出现什么的 那个挂码的事情 啊 这就是应付ARP病毒的问题 这个方法啊 这就是ARP病毒的时候的现象 就是你用别人一访问你就发现挂码 然后你搜搜所有的网页发现没有人改动过你的网页 也没有入侵的迹象 所有的网网页的话呢 他的这个更改时间都是在几天之前 最近没有更改过啊 然后的话你用ARPING的话一PING 你会发觉有两个回应 哦 啊 那如果windows的话呢,可能就是,windows的话呢,windows的话,我因为不太清楚的话,有没有这个,就类似ARPNG的这个东西啊,可能windows的话呢,可以装一些这种软件,你可以装一个什么,就是IPtools之类的,你可以侦测一下数据包,你看看数据包里面的话,是不是有很多,有一个人的话,总是在叫我的IP地址是什么什么,我的IP地址是什么什么,就是你抓一下包,啊,比如说windows的话呢,你可以用什么呢,啊, ARP-A,ARP-A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Mac地址,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呢,认为你的这个IP地址,就是这个网关的这个IP的,他所定的Mac地址是多少,啊,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啊,但是ARPNG的话呢,可能他没有,那windows下的话,我记得像IPtools的话,可以抓包,抓完包以后,你可以分析,啊,啊,所以这就是所说的,就是我所说的这个ARP的病毒, 那么缓冲期一出的攻击的话呢,就是什么,啊,什么share code之类的,啊,share code,那么就是说,把C语言的话呢,如果要是我以普通的身份啊,去访问,就是我以普通人的身份,去访问某个网站,这很正常,啊,但是呢,如果要是我发送的一串请求,或者发送的一串这个代码的话呢,它异常的长, 它可能就扩,就是超出了我们的Apache的这个工作范围,它可能跳到别处去了,很可能就跳到了如此的工作区域,这时候的话呢,它可能就取得了一个,就是更高的这种权限,啊,但是,现在的缓冲期一出的话呢,是较少,啊,较少,那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通过外部脚本进来以后的话呢,在提权,它也是仅仅是利用了一个小的漏洞, 它也不是缓冲期一出的漏洞,啊,但是缓冲期一出的漏洞的话呢,特别难防,就是很可能的话呢,就是这个系统,有一千个这样的机会,嗯,但是实际上公布的只有十个,啊,那你要被人家利用了,被人家攻击了,甚至连Red Hat或者Windows官方他都不知道,嗯,啊,甚至连Linus Wars他都不知道,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缓冲期一出的这种攻击的话呢,是真正以前的黑客高手他所长的方式, 当然现在的话,因为我们都是什么,全民皆是什么,云计算,全民皆是外部话,就是外部3.0,外部2.0,以后我们全都是外部的,啊,全部都通过外部,连手机的话都是通过外部的话去访问各种东西,所以现在的话呢,网页的脚本的话呢,他最要命,啊,因为他的漏洞可能是最多的,那另外的话呢,暴力破解,暴力破解的话呢,就是说,我用一个用户名再加上一个,啊,无线的密码,然后不断去测试,啊,通常情况 情况下的话呢,一般会有个用户名字典,一般又会,还会有个什么呢,密码字典,啊,然后呢,我把用户名和字典和密码字典来碰,然后用户名字典里面有什么呢,root,这肯定的,啊,administrator,这肯定的,啊,admin,是吧,肯定的,还有什么呢,像什么Tom,Mary,啊,还有什么Test,Test,啊,什么,啊,什么,啊,什么这个,啊,管理员,是吧,然后什么, 王,W-A-N-G,啊,中国特色的这个傻瓜域名,是吧,这种,这,这种用户名,啊,这种用户名的话呢,把它排成一个字典,然后呢,再把密码排成一个字典,这个密码字典有,123456,啊,password,啊,6个6,啊,7个7,8个8,啊,1234,啊,12345,这样密码,然后把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字典的话呢,来回去碰,然后我先采用root,把所有的密码全部试一下,再用什么呢,再用Tom,在什么呢, 再去试所有的密码,总能碰出一个来,碰出一个来以后的话,我以普通人用户身份,能访问你了,然后这时候我再想办法去提权,如果要是我就能用root的身份去登录,啊,那,那就太好了,啊,但是root其实的话呢,是,就是你完全可以把root账号的话呢,锁掉,啊,你把root账号的话呢,锁定了以后,锁掉了以后,让root账号的话呢,根本就没有办法登录啊,我通常的办法是什么呢,那么根据这些,呃,这些措施啊,就是, 就是,我通常的做法是,use add,添加一个什么呢,use add,添加一个普通的账号,啊,那这个账号的话呢,可能是,啊,就是中西结合,或者乱七八糟,这种结合,比方说,啊,我喜欢什么呢,呃,那个,叫什么,那个,凤姐,是吧,啊,比方说,凤姐,啊, V5,是吧,V5,啊,假如说,这样的,啊,嗯,那这个名字的话,他很怪异,对,那别人的话呢,打死他,他也想不出来,把这种名字的话呢,又有特殊字符,然后又有,什么数字啊,然后又是汉语拼音,是吧,嗯,那至少国外的黑客的话,他想不到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对,对吧,你说,你把长的日文,然后你来破解一下,那长的日文的话, 应该是有哪些,你可能就想不到,是吧,日本名字,可能什么,呃,什么,八个鸭路之类的,你也不知道用英文怎么去拼,对吧,怎么去发音,所以你去黑,那个日本的这网站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无从下手,啊,那你这样的话呢,这样添加完了以后,啊,然后呢,password,把它的密码改一下,啊,比方说,我改完密码了,嗯,那这个用户名,改完了,密码,加上去了以后,然后呢,我再去VIETC下的password, 这就是放Linux的所有的用户的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是吧,啊,放所有用户的这个信息的地方,打开它以后,刚才我已经说过,Linux里面会把UID啊,就是这个第三列,UID为零的,叫做什么呢,特权用户,啊,Root的话呢,就是UID为零,嗯,那我刚才添加的这个用户的话呢,他的UID是多少呢,这是什么呢,凤姐V5的话呢,是506,是吧,嗯,UID为506,那我也把它改成什么呢, 0,啊,我把它的UID改成0,然后呢,我把它的组ID啊,这个,这个地方的话呢,是组ID,GID嘛,组ID我也改成0,嗯,啊,那这是非常简单的几步,当然你要不要去改他的这个主目录啊,这个是由你说了算,嗯,但是呢,就是这样一步,我把它改成了UID为零的,这样账户啊,嗯,改,改完了以后,然后我在另外的一个地方的话呢,来登录, 是吧,凤姐,V5,是吧,然后呢,输入一下他的密码,输入完了以后,我现在是谁啊,你可以看最前面啊,啊,他前面那个,我是Root,是吧,啊,哇,我现在已经Root身份登录了,那其他的权限都不变的,我就是Root嘛,对,那我输入了一个什么呢,输入一个,呃, 嗯,ID啊,那他告诉我是谁啊,我是谁啊,Root,啊,其实的话呢,这个,你不一定是Root啊,就是说,你的身份是UID等,等于0的,啊,他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他在password里面,找到了第一个UID为零的用户是谁呢,是Root,所以他括号里面是Root,啊,所以你现在也,其实的话,就是用的凤姐V5的IP,这个,这个用户名和密码,嗯,跟Root的用户名和密码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你不用担心,那紧接着,你再去远远, 准程登录一下,你看,哎,能登录,是吧,嗯,那顺手的话就开始怎么样呢,啊,输入一个什么呢,passwd,然后呢,把,呃,杠L,然后把Root的身份给他锁掉,啊,一锁掉以后的话,Root账号就没有办法登录了,但是你可以用它登录,啊,你用这个账号身份来登录,啊,你用这个账号一登录,就是Root嘛,啊,那你不用以Root身份去登录,啊,那别人的话呢,再去破解你的密码,用Root,把全世界所有的密码都破, 破了一遍,也不行,不行啊,啊,因为现在的密码的话呢,就是我这RT6啊,嗯,打开这个shadow以后啊,因为发觉它都是IP,就是MD6的这种,这个,就是说这个加密格式,MD6啊,现在,因为MD5已经被破解了,啊,就是原来RT5啊,等等,用的MD5的这个加密方式已经被破解,现在当中是RT,就是那个IP,就是那个MD6的这种加密方式,嗯, 那实际上你把它锁定掉了以后的话呢,它就是在这个密码啊,就在这个Root,就是在这个Root这个地方啊,就是Root这个MD6这个之间啊,加了两个感叹号,就这个密码就被废掉了,啊,但是呢,如果你什么时候想再去用Root,啊,你什么时候想再去用Root,啊, 你想再去用Root,啊,你想再去用Root,刚才我不是用,呃,Root,呃,PSSWD,把Root锁定了吗,lock掉了吗,你如果什么时候想再用啊,password呢,然后呢,-u,把Root都要再解锁,哦,嗯,这样Root就可以了,是吧,对,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Root的话呢,怎么去,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怎么样去抗这种暴力破解,当然人家暴力破解的话呢,你还要做,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JREP啊,嗯,BSH,ETC下的password,你要把所有的password的话呢,全部都,就是,呃,所有的shadow啊,呃,所有的shell啊,就bash,B-A-S-H,嗯,就是所有的shell,就是只要能登录的账号,全部都筛出来,啊,你要看这些账号的话,有哪些是不用的,不用的把它什么呢,关了,删掉,啊, user delete,删掉,user del删掉,嗯,或者是把它最后的这个登录的shell的话,改成,啊,sbink的no login,sbink的no login,就是不允许交互式登录,这样的话,你的系统的安全性会提高很多,哦,因为前两天的话呢,就可能是昨天吧,有一个人,有个同事,不是同事,就是有一个,我也不太认识,就是在,就是好友吧,嗯,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哪儿了,他就直接跟我说,他机器被黑,然后呢,被人暴力破解,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你就把普通账号的话呢,就改成root,然后把root锁掉,我看谁能黑掉你,啊,他怎么知道你登录的账号是什么,然后呢,你再进行一些其他的清理,把系统当中的目码,可疑的目码,什么的话,删掉,关掉,等等,啊,这样再去做,啊,这就是什么暴力破解,那么病毒和目码的话呢,这是windows的事,啊,说白了啊,是windows,为什么病毒和目码,对于linux来说,他用的是,就是威胁比较小, 因为linux有个大问题,linux有个大问题,linux的话呢,他是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系统啊,配置起来以后是千差万别,比方说你用apache,嗯,我喜欢用ngix,嗯,他喜欢用lighthtt,嗯,htt,啊,那么三种外部程序,啊,你以后喜欢用my circle,是吧,嗯,我喜欢用postgreSQL,他喜欢用oracle,啊, 啊,那他喜欢的话,自己编译,你喜欢用rpm,啊,我的话呢,还是用centOS,我还用debin,或者我用ubuntu,那这个时候的话呢,1000个linux,有什么呢,500种配置方法,啊,所以的话呢,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他写了一个病毒和目码,累死了,啊,真的累死了,嗯,结果发觉,哎,怎么别人的话呢,都没有办法感染,我们感染不了他嘛,那我提亮的去搜索这个漏洞,搜索这个端口号,嗯,发觉 因为linux的这种程序员,啊,或者管理员,他都还比较厉害,嗯,是吧,所以的话呢,总是觉得自己的病毒和目码感染的机会特别少,所以没有人的话呢,太着意去写这么多的病毒和目码,啊,这就是linux的这个病毒和目码,然后较少的原因,就是配置的情况千瞻万别,嗯,然后呢,写这种东西的人也少,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同样的话呢,就是说,因为vib这种病毒或者说目码也蛮多的, vib的这些prp程序,或者gsp程序,asp程序,他一般都是跨平,就是asp不是跨平台的,prp是跨平台,嗯,那我写个prp的病毒,我当然可以感染linux,哦,但是那种普通的windows下那种病毒目码就比较少了,啊,这是他的原因,嗯,你看吧,所以的话呢,病毒和目码对于linux的威胁的话,是比较小的,你一般不需要装什么呢,杀的软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linux很少去装软件, 很少去从网上下载一个软件,直接运行去安装,嗯,我们都是把linux的话呢,从网上去下载一个c元的代码,然后把它编译安装,你把那个c元那个地方加一个目码,那你这个机器就被黑了,啊,所以的话呢,大家如果要在linux里面去装软件的时候,千万不要去从什么呢,就是莫名其妙的网站去下原代码,哦,下载原代码,那个原代码,你像linux towards维护的那个kernel.org,里面的话呢,就有什么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就是, kernel的代码什么,那黑客为什么要跟攻击那台机器呢,他就想攻击进去以后,把自己的木码的话呢,放进去,放到内核里上,对啊,然后这样的话,用这个新版内核的所有的机器,都受他控制了,那这就是他的野心,嗯,就是说,对于,开源软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说,原代码要安全,啊,原代码不安全呢,你就惨,那如果人家已经写好的病毒和干,木码,感染你的机会比较小, 因为你装软件不是windows那种安装方式,嗯,另外我看很多人的话呢,他对什么呢,对这个安全的话呢,可能是,就是比较在意啊,就说,说我以后的话要搞网络安全,挺有意思的,嗯,那我,我跟,我就是跟所有人的话呢,这样讲一下,安全啊, 就是网络安全,一般赚钱的话呢,是不是特别,不是特别容易呢,网络安全,那个什么,就是赚钱不是特别容易,通常的话呢,都是黑客赚钱容易,但是他们说是相当于,不是说到提着脑子去赚钱,但是呢,最起码是为非法赚钱,嗯,所以搞网络安全的人的话,一般都是开发的人员,或者是系统工程师,嗯,或者是比较厉害的,什么数据库的工程师,没有专门做网络安全的话呢,就是说稀里糊涂,就可以 可以靠网络安全去赚钱,网络安全赚钱实际上比较难的,就是你除非是走到黑客那一段,去赚钱,啊,说上官的话呢,是做那个Linux的系统啊,或者说Linux的云计算等等,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师的这种培训,嗯,然后呢,做DBA的培训,但是安全的内容是他们科目当中的一块内容,那么没有企业的话,专门雇一个什么呢,安全人员,然后去维护这个安全的这个东西,除非是大企业, 或者非常标准化的企业,一般的小的公司,都是由系统工程师,或者运维工程师去监,监的,监那个安全的一块,对,如果要是一个专业的安全工程师,他要招的是开发人员,好,比方说你到江明去,你应聘的是什么呢,一个C元开发工程师,或者一个算法的工程师,啊,你不会去说,我对Windows的这个漏洞非常熟悉啊,然后呢,那个,我能利用很多很多工具来攻击这个系统啊, 那就说你可能工作机会很少,除非你就是黑别人,知道吧,你去那边的话,人家招的是什么,C元的开发工程师,嗯,所以的话呢,你要是走安全的话,一般两方面,一种是什么呢,运维,一种是C元,或者说,PSP等等这种开发工程师,嗯,或者安全测试工程师,然后呢,你,你如果专去搞安全,然后呢,去学学人家的这个,什么,木马的这个植入的方法,嗯, 学学人家的这个工具怎么用,一般学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安全工程师的就业面是非常窄的,啊,都是什么呢,系统工程师,运维工程师,或者是开发工程师,你像我们这边的话,那个,在ARM11上去开发C元的内核驱动程序,他就是在内核层次上去编程,他去编一个什么呢,他去编一个,就是某一个,芯片的一个驱动程序,都是费老鼻子劲,你看他要,啊,C元那么牛,他黑,哎呦,黑变, 你看所有的系统,这不他可能吗,对,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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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厉害了,那这种人的话呢,没有公司能养得起,是吧,啊,所以的话呢,你要不就到,开发这个层次上很牛,或者所有的PSP程序,你都非常牛,而且你知道他们的漏洞,啊,这个时候的话呢,你编了一些软件来专门测试这些漏洞,然后卖给大公司,啊,那么没有公司的话呢,会聘请你去专门去,什么呢,就是做安全工程师,这个工作机会非常少,不信的话,你自己搜一下,都是建设性的, 工作职位多,破坏性的职位工作,这个,这个职位少,啊,这个你要记住,就是安全啊,没有什么呢,太好的这种,就是太多工作,工作机会,一定是到了某一个研发层次,或者管理的层次,但是构建会比较多一点,嗯,好吧,那个我们的同学的话呢,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啊,呃,就是大家可以提一下